在女力报道 升格当连长的刘湘慈 被执行带踢正步 要把收视重担交到右舍手里 女力报道迈入尾声 接下来将由 机智校园生活接棒 8号下午办交接仪式 主要演员们都到齐 而女力最高收视 层到3.62 接党的机智也被开支票 要创93.2的收视率 疫情来的状况下 可以给大家一些 非常开心温暖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刚刚的收视率 没有问题 两部戏交接很用心 在剧情都有连贯 花絮中抢先曝光 就从周小涵这场婚纱戏开始 你确定体育馆在这附近吗 哇 这就是你说的一声幸福啊 其实我们的戏是有亲属关系的 不是只有现在交接 是戏里面也有 而女力中的梁书涵 跟机智的王兴凯 在戏中是表姐弟关系 也让观众好奇 剧情会怎么做衔接 另外饰演老师的周小涵 有穿婚纱的戏 拍摄却遇上寒流 因为是拆了非常非常多天拍的 我大概拍了 前后后拍了七八天吧 然后每次刚好穿婚纱都是寒流来 那有一场没有被剪进去 是下雨的 就是找不到它 然后很苦情的外面淋雨这样 然后那天就是13度吧 两档人气好戏 借力抢攻黄金八点档 就看能否延续女力的优势 让机智也能冲上收视高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